大家好 前两天发生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那就是汪洋在接见台湾70家媒体负责人的时候 给他们做了一个八分钟的演讲 这个演讲非常奇特 这个演讲两个地方耐人寻味 第一个就是他说台湾这70家媒体 过去对两岸关系的发展 做出了积极的努力 今后也要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继续做贡献 那第二个就是汪洋说大陆比台湾更有优势 台湾当局两年之后的事情都保证不了 他还告诉台湾人不要幻想美国人会出兵保护台湾 即使是美国出兵也打不过中共 他说在朝鲜战争的时候 中共一无所有那时候就能把美国给打败了 那么现在中共已经是GDP世界第二了 打败美国更是不在话下 我一听这个我就觉得非常奇怪 奇怪在哪呢 因为他和汪洋过去的言行差距非常的大 根本不像是从他口里面说出来的 过去汪洋是中共体制内少数的开明派之一 无论是在内政方面外交方面 他都表现得比较开明 比较务实和理性 比如说他在当广东省委书记的时候 他就用这个怀柔政策化解了乌坎村的那个官民矛盾 而不是像其他的官员一样出事了就派武力去镇压 那在外交方面呢 他和其他的中共官员也不一样 比如说2014年 他就公开在这个世界场合公开承认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位的 中共不应当挑战美国主导的这个世界秩序 这个人非常聪明 非常有胆量 在中共这种立淘汰的这个机制当中 他既能够展示他这个开明的一面 又能够这个一帆风顺 从个平民子弟一路爬到中共的第四号人物的这个高位 非常不简单 当年他三十出头的时候 他就当了安徽同龄的市长 那个时候八九年刚刚过去 保守派占上风 但是他就敢了主张继续改革 他这个当时治理同龄的这个方法 就叫做同龄模式 很多团派的这些官员 一般来说他们都是谨小慎微的 但是汪洋呢 他不一样 比较有胆识 超过了绝大多数团派的这些官员 所以邓小平当时就对他非常的欣赏 专门召见过他 当时汪洋很年轻 而且呢 他这个长着一个娃娃脸 所以邓小平呢 很亲切的叫他是娃娃市长 后来江泽民 胡锦涛 对他的这个评价也相当的不错 所以他在官场上面呢 可以说是一帆风顺 这个人呢 智商高 情商也高 聪明绝顶的人 那么这么聪明的一个人 他怎么会在这个时候 说出这种盲横无理 这种违反常识的话呢 全世界都知道 美国的军事力量 那是世界第一的 优点军事常识的人 你就知道这美军的实力 超过共军不止十倍呀 而且美国的这个海空军的力量 更是超过共军百倍 怎么可能他们打不过中共呢 尤其是在美国 现在两党都已经一致了 都已经认识到中共的邪恶了 认识到中共对台湾 对世界的危害了 威胁了 那么这个时候啊 他们已经通过了台湾保证法 已经发出明确的信号 中共只要敢打台湾 他们就一定会武力介入 这么简单的一个道理 难道汪洋他不明白 那既然明白了 他为什么还要这么说呢 这里面呢就非常奇怪 而且呢 现在呢台湾很快就要举行 这个总统大选 立法院的大选了 那过去二十几年 台湾人已经总结出来 一个选举的规律 那就是啊 中共只要支持谁 公开支持谁 谁就一定会败选 后来呢 中共也吸取这个教训了 那他们自己啊 就不再公开的啊 为谁哪个人站台了 为哪个党派站台了 他们是收买台湾的媒体 让这些媒体去造势 这个手段呢 非常有效 所以在去年这个九合一选举当中啊 中共官方没发表过一次公开意见 但是呢 暗中收买的这个媒体啊 给他们支持的人造势 非常有效 所以不少台湾的这个反共人士 当时都看出问题了 但是你没有确实的证据啊 你不能向台湾的选民指认啊 说哪些媒体是听命于中共的 哪些媒体是被收买的 那么好 现在呢 台湾要举行这个总统立法会的大选了 那么在这个结果眼上面 汪洋他这个以政协主席的这个身份 对台湾的这些亲共媒体啊 演讲 这就让他们呢 所有的这些媒体原形毕露了 而且汪洋啊 还生怕老百姓呢 台湾老百姓看不明白 所以他把话说的特别的重 特别的明白 说这70家媒体啊 过去是促进一国两制的 今后还要促进一国两制 促进一国统 这个祖国统一 那本来呢 这些亲共媒体 他们本来是打着这个中华民国的这种旗号 本来还有一层遮羞布 这下汪洋啊 接见他们啊 把他们那个点头哈腰啊 卑躬虚躯的那个样子 让台湾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 而且呢 汪洋还在他们面前啊 这个武力威胁了一下台湾 还对美国讲了一些狠话 这就等于啊 帮台湾的这些亲共媒体 把他们的立场给亮明了 你让这些媒体今后 还怎么能够在台湾骗人 怎么能够欺骗台湾选民呢 那汪洋现在是中共的这个政协主席 他主管统战的啊 最高的官员 绝对不可能不了解台湾的情况 那么为什么他在这个时候 故意的这么说给这些亲共媒体帮倒忙 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他是故意的 他是故意要打击亲共派 同时他也是在提醒台湾人 你们现在面临一个巨大的危险 前天呢 我就把我这个想法跟北京的一个朋友啊 去了解向他了解情况啊 那今天下午他才给我回话 他说你这个怀疑啊是正确的 那大家想一想汪洋说啊 台湾当局两年之后的事情都保证不了 表面上看呢 他是在嘲讽啊 这个讽刺台湾当局 目光短浅无能 但是你仔细想一想 这个完全不符合汪洋的性格 他在过去几十年 他这个语言风格啊 都不是这样的 过去几十年以来 他从来没有用这种盲横的啊 这种嘲讽的嘲讽的语气啊 讲过话 那么他为什么一反常态呢 为什么会讲这样的话呢 了解一点点情报工作原理的人啊 都知道这是传递信息的一个方式 为了让对方引起这个 对这则信息的注意 他必须用反常的方法表达出来 因为太反常了 所以别人听起来啊 就会听了以后啊 就会比较关注 就会去分析 这个信息的内容啊 就不会被忽视 从这个角度来理解汪洋的讲话 那其中包含的这个信息啊 就非常明确 汪洋告诉大家 中共在今后两年之内 会对台湾动武 他还告诉大家啊 中共内部的这个强硬派 认为美国不会协防台湾啊 中共啊这个打台湾的时候 美国不会介入 他还讲了这个中共内部强硬派的逻辑是什么呢 他说中共过去一无所有的时候 穷的时候都已经呢 敢跟美国人在朝鲜打仗 还把他们打败了 现在今后更不会怕美国 美国人更会不会介入 这就是汪洋的目的 他就是在提醒台湾提醒美国 说中共要发动战争 你们赶紧备战 汪洋也是在给习近平制造麻烦 不让他完成所谓的统一大业 为什么呢 因为习近平一旦统一了台湾 他的独裁地位啊就固若金汤了 他就真正的成了毛泽东第二 他就可以把中国变成北韩 一旦中国走上了北韩之路 吃苦的不仅仅是普通老百姓 很多体制内的高官 就会有灭顶之灾 像汪洋这样的团派出身的人 他又不是习近平的亲信 不是习近平嫡系 跟习近平的理念思想又是不相合的 尤其是去年七月份 这个中国民间就开始流传着一些谣言 说什么一号休息大海领航 一号就是习近平 说习近平要下台 大海就是汪洋嘛 汪洋要上台 那即使是汪洋没有这样的野心 没有参与过这样的政变图谋 这个传言呢也有很大的杀伤力 至少是说明汪洋在党内 在民间的威望很高 超过了习近平 习近平要真正的成为毛泽东第二 如果他真正成为毛泽东第二 他首先就要把汪洋给干掉 就像毛泽东当年干掉这个刘少奇一样 因为你功高盖主嘛 所以说无论是从思想立场上来说 还是从个人安危上来说 汪洋一定会反对习近平 对台湾动武 他绝对不会帮助习近平去统一台湾 不会帮助习近平去恐吓台湾的老百姓 恐吓台湾的反共人士 汪洋这个人呢 他也不是一个人这么想 除了习近平亲信圈子之外 中共体制内的高层 绝大部分都是这么想的 比如像江泽民、曾庆红、朱镕基、温家宝这些人 他们和汪洋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处境都是一样的 有些朋友可能会有个疑问 他说你汪洋搞得这么复杂 干什么 为什么不直接给川普、蔡英文送个信 把话讲清楚不就行了吗 我告诉大家 现在中共高层里面 每个人都是被监控的 而他们呢 又不知道谁该信任 不知道自己身边的 谁是自己人 谁是对方习近平派过来监控他们的人 所以呢 对他们来讲 采取这个秘密传送的方式啊 风险更大 而公开传递信息呢 只要对方这个是聪明人 他们就一定能够明白这个信息的内容 那就想一想啊 川普和蔡英文这个身边呢 难道没有人分析 这个汪洋到底要讲什么吗 他们当然清楚的很 那么习近平班子里面的人呢 他们知不知道汪洋在给他们挖坑呢 当然也知道 习近平虽然不怎么聪明 但是他身边有几个人呢 可以说是老奸巨华 比如像王岐山啊 王沪宁啊这样的人 汪洋的这种动作 当然逃不过他们的眼睛 所以汪洋这次讲话 在网上面公布了 每几个小时 很快呢 就全部被删除了 中共不想让这个信息曝光 既然汪洋啊 这个他们知道汪洋在搞鬼 那他们为什么 不对汪洋采取惩罚的措施呢 这其中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呢 就是汪洋做这个动作啊 实在是做得太漂亮了 从中共的角度来讲 他在政治上完全正确 你比如说他嘲笑台湾当局 没前途 没错啊 嘲笑美国人胆小 不敢打中共 没错啊 政治上完全正确 习近平抓不到他的把柄 第二呢 就是汪洋绝对不是一个人 在跟习近平斗 他后面呢 还站着一批元老 像温家宝啊 朱镕基 肯定是支持他的嘛 那汪洋跟邓小平家的关系也不错 大家都知道啊 邓小平家族啊 现在对习近平是非常不满 认为他是在否定邓小平的政治遗产 所以说呢 他们肯定是支持这个汪洋的 甚至是江泽民 曾庆红这个派系 过去他们对汪洋就很赏识 现在呢 他们跟习近平又有厉害冲突 所以说极有可能也是支持汪洋的 这么多人 这么多的力量在背后 支持汪洋 那习近平要想动他 绝对不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情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汪洋是现任常委 你要拿现任常委开刀 那就是表明啊 党内斗争已经到了最后决战的阶段 现在呢 还不到习近平跟党内其他派系啊 最后摊牌的时候 没到决战的时候 习近平还没有这个摊牌的本钱 因为他还没有完全掌握军队 也没有完全掌握这个党政队伍 更没有掌握情报系统 这个时候他如果摊牌了 各个派系大家以命相搏 最后随胜随负 很难说 所以说习近平现在不能动手 不敢动手 只有他在统一了台湾之后 或者对台湾动武之后 他才能掌握军队 才能掌握党政队伍 最后才能掌握情报系统 那个时候他才能大刀阔斧地清除意旗 一旦他掌握了那种力量 汪洋这种导弹分子 他肯定首先要拿出来开刀 也正是出于这个考虑 汪洋还有其他的那些党内的元老高官 所以他们千方百计的要阻止习近平对台湾动武 汪洋的这个讲话现在已经在台湾引起轩然大波了 很多人都在讨论这件事情 都在批判亲共媒体 但是也有一些人在批判汪洋 说他太嚣张,太盲横,方向完全搞错了 我希望台湾朋友从这件事情里面要明白三个道理 第一个就是那七十家台湾的媒体 那是中共的第五纵队 大家绝对不要相信他们 真正爱台湾的人要一起抵制他们 让他们在台湾没有生存空间,让他们倒闭 第二就是习近平当局现在已经决定了 在两年之内要攻打台湾,两年之内任何时间都有可能 这和我过去做的几个关于台海局势的视频中 做出的判断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台湾人,台湾政府,大家一定要做好备战的措施 这个时候别老想着什么发大财了 把安全放在第一位 今后的两年是台湾生死存亡的一道坎 过了这道坎,台湾有的是发财的机会 如果现在被人忽悠着去发大财 结果忽视了国家安全,忽视了国防 大家不仅发不了财,连自己的命都保不住 连自己的自由都会失去 那第三呢,是台湾老百姓不要怕中共 现在亲共派经常夸大中共的力量 就是想让台湾人放弃抵抗的意志 那郭台铭就主张不要搞国防了 说台湾不买武器,不搞国防 中共就不会侵略,简直是荒唐透底 这种人就是自己被中共已经吓傻了 现在还要帮助中共去吓台湾人 其实中共并不强大 他们的武器没有台湾的先进 他们的盟友没有台湾多,也没有台湾的可靠 他们自己内部还有很多人是反对战争的 汪洋还有其他的一些高官都是反对战争的 所以不要害怕中共,不要对中共屈服 而是要坚决地抵制他们,坚决地对他们说不 现在台湾已经成了很多种力量决战的战场 比如说岛内的统独之争主战场 也是国际反共力量和中共决斗的主战场 也是专制和民主两种制度决斗的主战场 还是中共体制内各个派系斗争的主战场 所以说未来两年台湾的局势发展将会决定台湾人的命运 也会决定大陆人的命运,甚至是会决定全人类的命运 台湾非常重要,如果台湾被统一了 大陆就会变成大朝鲜 北韩至少是几十年之内 全世界都不会得到安宁 如果是台湾抵抗住了中共的侵略 习近平一定会被推翻 中共一定会崩溃 中国一定会走向民主和宪政 没有了中共的支持,那么世界上其他的这些专制政权 很快就会倒台,很快 全人类就会变成一个民主的社会 专制制度会彻底的终结 人类会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新时代 所以说希望所有爱好民主和和平的这些朋友 无论你是在大陆还是在世界上其他地方 大家都来关心台湾的事情,都来关心台湾的选举 我在这里向大家呼吁 大家都去台湾的网站,台湾的媒体上面去发表意见 都去为台湾打气,为台湾讲话 为台湾讲话就是为大陆讲话 就是为世界民主和平讲话 也就是为我们自己讲话 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 希望大家,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希望大家继续关注我这个频道 没有订阅的朋友,请记得订阅 谢谢大家,再见